欢迎来到机智AI描心人频道 上一集提到六个AI创作音乐工具 一分钟轻松学会一个AI作曲工具 过程非常简单 今集我们来试试制作破百万观看的MV吧 上一集我们已完成了几首歌曲的创作 没有看过上集的话 请点击右上角的资讯卡收看 今次我们要把MV影片形象化 想知道怎样做出这样的美图吗 这次介绍给你的宝藏工具 是一个免费AI图片生成工具 Leonard AI 来到主页可以看到很多AI生图 在这可以找到满满的灵感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主页上的图片 这张图很不错 一个女孩带着耳机睡在床上听歌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参数 用这个提示词和模型做基底 再加一些自己的点子来尝试一下 点击Remix它会把所有参数带到制作页面 在这里你可以随意修改各个选项 提示词里加入自己的想法 把它改为可爱女生 抱住一只可爱长毛白猫 坐在摇摇椅上 模型不变 到左方设定栏 每天可用150个代币 选择每次生成两张图片 选择Prompt Magic 点选了图像保真度会更高 改善所选模型的输出 但是会扣除多些代币 画面尺寸选择横图 其他设定暂时不变 现在显示生成两张图 会扣五个代币 点击Generate 看看这个效果 效果不错 但是小女生太可爱了 有太多只猫咪 还有多出的手抱住 画面有点普通平淡 先把提示词改成漂亮女生 进镜头 然后开启反向提示词 这里输入不想它出现的东西 多余两只手 很多猫咪 奇怪的手 点击Generate 有被惊艳到吧 我们的主角太美了 如果你满意成果 封面就完成啦 但是 描想背景再梦幻一些 回到主页再参考其他作品 这张图很不错 参考适合的环境参数和形容词 还有适合我们用的反向提示词 这一张有点梦幻的感觉 拣选某几个词汇来使用 参考的词汇再加入我们的元素 例如浪漫我们加入花园 飘扬配上樱花等等 反向提示词 例如变形或过多的手指等等 点击Generate 试试看 如果效果没有你想的那么理想 没关系 每天你都有150个代币 免费使用 可以是到满意为止 现在把图片尺寸再改正到视频试用的大小 我们可以拣选最喜欢那张 用Image to Image功能复制图中的姿势 再次点击Generate试试看 不错吧 没有怪异的手指 但还是多了一束头发 这里有一个功能还可生成提示词 点选Prompt Generation 只要简单输入 选择提示词数量 每天有996次免费生成提示词的机会 来试试生成吧 选一个合适的复制贴上使用 因为提示词部分有错别字 有可能影响效果 把它稍作修正 点击Generate再试试看 右图很有梦幻的感觉 点选放大后 右下方有多个选项 使用代币能进行去背 扩充画面 四个提升画质功能等 点选HD Crisp Upscaler 会是什么效果呢 你会喜欢那一个呢 留言告诉我吧 点选下载 把图片储存 MV女神配图完成了 如果你不会剪映 请点击右上方的资讯卡 连结至教学视频观看 现在你只要把图片和音乐 全部放进剪映 将所有材料都放到时间轨上 图片拉长至一个小时以上 再把生成的AI音乐加满 点击画面比例选16比9 拖拉图片至填满画面 加上录音特效丰富画面 复制特效在贴上 令画面更多樱花 选一个美美的文字特效 加在开端 输入你的频道名称 导出影片就完成了 你的第一支 MV就制作好了 是否觉得很简单呢 赶快踏出你的第一步 边看边跟着做吧 希望你们的频道 也能够走得更远 感谢你收看 机智AI喵星人的教学视频 请继续支持喵的频道 留言点赞 打开小铃铛 订阅我们 我们会不时更新 AI教学资讯给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